下雨天夜間視線差 駕駛放慢速度開在內線道 跟著指標左轉 對象突然衝出一輛水泥車 失控甩尾 後方拖車 迎面撞上擋方玻璃 邦醫生車上所有人全部嚇壞 只有你們 你們是自撞嗎 還是有跟別人撞到 連結車跑掉 應該是要下面 有一台嘛 他說是不是我撞你 他都搞不清楚 乘客第一時間撐著傘逃出來 身上有擦傷 回想剛剛車禍瞬間 神情驚恐 白色轎車引擎蓋被掀開 嚴重凹陷變形 車殼零件散落滿地 就連輪胎也被撞歪 橫跨車到中間 而肇事的水泥車 也因為瞬間撞擊 滑行到10公尺才停下來 意外地點就在花蓮瑞穗香 台九線北上路段 14號晚上9點多 62歲的水泥車 陽性駕駛疑似過彎時 車速過快 拖車打滑甩到 對向車道 轎車當場被擊中 駕駛和兩名乘客 手腳擦傷送衣 陽性 女性 今有合格駕照 且無佐駕行事 南下車道暫時封閉 警方派人到場指揮交通 花一小時排除路障 原本在家人要回家 卻遇上車禍 這一撞車子幾乎全毀 一家三口驚險脫困 TVBS新聞高中的黃金芬 陳怡仁 花蓮報導